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旗鼓帧 我是黄培硕 投手大盘今天在过高18018 18018在创历史新高 可是这个应该明显不是一个推动 我说这一组卖动 最后一个推升 这个告一个段落 这一段结束之后 针对这一段做一个修正整理 那这个修正整理完之后 接下来那个方向 会是今年的第四个重要的关键转折 到底是要往上大涨 还是要整个大西波拉回来修正 那个转折很大 那个转折很大 那个转折是针对怎么讲 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 5月17号我们全力做多 有没有 5月17号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那天礼拜一 礼拜一有我说疫情的利空 是一个回马枪 最后的买点 有没有 那天我们一口气买了九档个股 隔天全部全力打 全部涨停一路上来 对不对 就这一天 这是4月29号 这今年的第二个关键转折 我说那个是大中小 前面这个是大中小 大中小呢怎么样 要大幅度拉回 那大幅度拉回 它三段的ABC下来整理怎么样 2500点 2500点 这4月29 这第二个转折 今年我都讲了转折是青春开放盘之后 第一个转折是三月初 我说这边是一个西坡落底处 下降旗行 下降旗行西坡落底处 它会破地破地可是不多 然后完了以后 它怎么样 它会有一个 这个是你要西坡落底处 你要大展全角 这上来2000多点 然后是大中小 完了以后4月29 这边有个ABC回来 这第二个转折 第三个转折是5月17号 5月17号这个地方 有没有 礼拜一嘛 这疫情利空 这个要开始往上 我说这个地方有两个理由要做多 有两个理由 现在那两个理由 现在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要决关键了啦 那两个理由 哪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你这个地方下来 三段的ABC回来 整理 一个大幅波上来 至少一个大幅波上来 针对这个一个大A波 一个大幅波回来的话 这个地方 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 就是他从这个地方开始 又推另外一个第五大波嘛 第五大波可能5-1整理 然后开始要走5-3 那这是一个小推动 那这一组结束之后 这个一样整理完 就要能不能往上持续推 这个是重点 这一段推动结束 如果能够往上推 它拉回来以后 再往上推上去 就整个推动形态就形成了 就是第五大波的一个脉动 那第五大波的脉动 大概这个是一个5-1 第五大波的5-1 ABC回来5-2 那5-3里面可能开始出现一个扩研 所以这个小推升的脉动 最后这个推升的脉动 大概1000点 17000到18000这一段 结束之后 现在接下来这个整理是重点 整理完之后 那个方向 如果你务必要做对方向 因为那行情很大很大 我每次跟你讲一个关键转折 都是非常大的行情 超过2000点 差不多都超过2000点 那我说今天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转折 你无论如何务必要掌握到 务必要掌握到 那接下来第四个关键转折 差不多接下来第四个关键转折 那我们现在看短线的部分 短线的部分今天虽然过高 可是明显 你看它小时 小时线的部分 最后这一组在这里 大概17000到18000 把这一组推动结束之后 它昨天 这之前是有个三段式的拉回来 那今天再过高出去 18018 可是这很明显还是三段 我放大给你看 是不是只有三段 这个看这个大盘很准 头部你看如果期货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低 一个物有五段 不管反正它就是一个卖 它只有三段 头部它只有三段 你自己看清 最低点在这里 它是不是只有三段 很标准的这三段是表示什么 它就只是一个大V波反弹而已 虽然过高假突破 虽然过高假突破 有没有 18018 所以你现在针对这个卖动 你一个A波 一个V波 你要小心有一个小C波下来 要一个C波下来 那这个C波不是大的C波 这个C波是针对这一组 针对这一组卖动的一个A波 V波C波而已 真正的大卖动的转折还没到 还没有到 这是大盘我们从大盘稍微讲一下 我再讲起货 一样的意思 429这个最关键的大中小的转折 这个地方那天是创历史新高 17702 大盘17709 我说大中小要大幅度拉回 要大幅度拉回 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429 ABC回来2500点 2500点 那这一段在哪里 15870 1770 在这里 我说这里你把它放在长线 如果是这种结构 123大波 拉回来4 这地方150 27 还要走一个第五大波 这回这次以上的买点 这第一个理由 我说这地方要往上做多 第二个理由 它结束了 没关系这种结构结束 没关系一个A波下来 它还有一个反弹V波 那这个V波 我说回撤 回撤的时候还会过高 有没有 回撤不是是反弹 很多人在那边讲的很模拟 叫做 因为那时候找个人有你的印象 等一下这里的话 沿路大家说 反弹可以反弹可以反弹可以反弹 那个就是比较模拟两可了 那种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什么叫反弹二一反弹而已 我说那个叫做回撤高顶 一个大V波 回撤 因为它只有三段 它只有三段 所以那个一回撤 都至少要来到 贴近那个高顶附近 甚至还要过去 能够的意思吗 因为它只有拉回来三段 如果说一个五段式的拉回来 那个V波就弹不高了 那种V波就弹不高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150 27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停在这里 150 63 因为它细圆坡五段走完 然后中线的次级上次政区 就从那个地方一路上来 好 这个叫分析 你不是沿路大概 或如果你印象 这些天我说 开始回马枪以后权力大涨 对不对 我说它一直扭到百层 睡不高 一直反而再上涨 再上涨 有没有 很多人其实每天都在那边 反弹可以反弹可以 那个是没什么 那个是 那种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特别是没有意义的 我说它就是一路再粘上去 粘上去 你粘到高点的时候才注意 果不其他还过高 接下来18 018 那今天过高的是不是不是 特别今天这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到17 974 这一段有时候高一个段落 对不对 最后 你这个先不管 这个地方整理 最后这一组 最后我们再最终 16 891到17 974 大概1000点左右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这七月八号确定 它进入整理了 因为它如果说再扩延 它不会整理那么久 那果然你看隔天就拉到17 526 好那17 526 今天又 昨天又上来17 960 上来 昨天 我说它只三段 它弹得比较高 而且你看它 这三段式的ABC 小的ABC 它又上来 今天又过去 今天来到180 30 那今天这个我写一个 我这是不是 从这高点17 974到17 526 我说它三段 它是一个大A波 它这边只有三段的 刚刚跟你讲过 它只有三段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大B波而已 你就是要小心 这个小C波 好这个C波 那这个C波是针对哪一段 是针对这一段 这个A有没有 17 90 我们刚刚讲的都要讲这一段 还没讲到长线 还没讲到长线 那个第四个关键转折 那个地方还没到 还没到 你现在先针对这一组 最后这个推动 然后做一个A波 做一个B波 然后做一个C波 如果这个C波走完 像这种结构 三段三段的话 其实这个C波很有机会走五段 很有机会走五段 那你等到那个C波走五段下来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大概就是我跟你讲的 准备要做第四个关键转折的 决胜点 最加的 最关键的 那个多空决战的点位了 就是应该在那一区 大概应该有机会说 假设这边三段 三段嘛 335的结构 335的结构 三段三段 如果有机会有个五段 哇那漂亮 那漂亮 那那个五段的话 等会那个五段一旦C波走下来 五段结束之后 如果说它真的是 针对这个还有机会推升 然后做一个ABC335的结构 停住 大概在0.618的位置 顶多到0.7以上 这个地方如果停住往上攻 那就漂亮 那如果没有 它往上拉下来 C波1235波 哇直接就下去了 就已经超过0.7以上 你就要注意 它可能正在走大C波下来 这个C波的1235波 可能是往下推动了一个出升段 出跌段而已 这很简单判断 它现在还没有出现 每天我都会给你追踪 我都会给你追踪 那我说这个结构 通过这个结构就是在 等到这个结构整理完 通过这个整理完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中期的方向 2000点以上的那个行情的启动点 就是我讲的第四个关键转折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也是要布局选择权的地方 我讲坦白话 这个都不应跟你分享 你这套路选择权就是要有行情 没有行情都不用做 像你现在在那边整理整理 你做的进去都是怎样白费了 都白做工 到最后都怎么样 时间到以后就怎样 就归零 时间到就归零 而且行情如果慢的也不行 你说这个行情它慢慢的粘上来 这个可能 虽然说行情有出来 可是时间可能会不够 因为我们都一个月就结算一次 你除了考量分析行情 有哪一段以外 那个时间颇还要再加进来 所以这个有它的难度 这个有它的难度 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材 这一定要等到一个真的很棒的 很有把握的点位 我们再进去布局 否则那个进去 那里面就要赎贏了 不要开玩笑 那进去一队那个都大钱 那是大钱 所以真的要谨慎 要更谨慎来面对 要谋定 而后动 他说这一定要有谋略 有谋略才会有办法赚大钱 这个部分 他说这个部分 这不是要谨慎小心 那这也有一套资金控款的计划 他说这最终还一定要有资金控款的计划 那我说每次我们 这种切入都是那种很关键的点位 就是这12.8倍 这切入是18.5倍 这个像这种切入21倍 这种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说那种这最关键的时刻 都在来证明我们的行情分析 长期的这种标准答案 都是正确的 这个最低点12.480 这个是11月2号 他的前一天 因为11月2号是礼拜一 前一个交易就是10月30 两个低点差不多 10月30以上来这2000点 2000点2000点 我们沿路一路怎么样 全力都要做大多 做大多 因为我说那行情会 颠覆你以往的投资思维 你会前所未见 果不起来 那时候还没创历史清高 那么清理高12.686 他已经开始过去以后 我说一过去以后 都会不得了 然后17.000 长了5000多点 当然是一段一段的来 头发一段一段的来 那你看 这就10月30 就我刚跟你讲 最低点就11月30 跟11月2号 两天的低点差不多 两天的低点差不多 那其实选择最低点 是出现在10月30 不是11月2号 头发这是你要分清楚 因为11月2号 那个气势已经出来 不一样 虽然他建一个低点 马上拉回去 有没有 那个气势已经出来 10月30 我们去买它是几乎就最低 就最低 那上来才有21倍 有没有 那这个是9倍多 9倍多 这个是要来 这是3月19 那这9倍多再来 在最后一个大中小 那个推动 就在这里 这一段 这一段 好不好 这一段来到 这一段 这一段 有没有 这一段我把它放大来看 这一段 3月19在这里 是不是有个大中小 这有一千八百点 所以才有这种行情 才有这种倍数 有没有 这9倍 那4月29就大中小结束 这个关键转折都掌握到 几乎 几乎一百分 真的是几乎一百分 都是当天 这4月29到当天 我们把股票全部都出清 我说那是一定要避开的 我说你今年度 一定要按着大盘的一个 盘式结构来操作股票 不能像去年说 反正我股票一直买 一直拼命买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大盘顶多一个横台震荡 今年不一样 会有N字形的震荡 N字形像这种 这一下2500一点 都不你不避开 你很多都很受伤 那你一旦受伤以后 接下来就没有你的分 因为你套太深了 第一个可能没有钱再买 第二个也不敢买 就算有钱也不敢买 等解套 那未必解得了套 因为每一波上来的主流都不同 所以不一定能够解套 所以这种一定要避开 今年我说今年操作 你要跟着 跟所有的大盘来操作 那现在来了 现在这里 这个整理完之后 那个方向我一直哭泼泼心讲 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对方向 无论不太会很辛苦 那我们跟你谈的这些都是有所本的 这进化不断占法 这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头发是有兴趣的 也欢迎您来电咨询 你把它先拿回家 把它研读清楚 然后搭配着DVD一起看 头发搭配着DVD一起看 可能会比较清楚 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我说 这个还有一个年度的计数班 头发是有兴趣的 也赶快 欢迎您赶快预约报名 这个年度计数班 那你预约要快 这个每年座位有些人都 每次都爆满 头发都爆满 这没有位置没办法 头发没有位置没办法 刚好我说现在 盘式轨远多变 重点你就是要精选标的 我说你要更精简要更精选 稳扎稳打 现阶段来应付 一定要稳扎稳打 这个有兴趣的 头发这个有兴趣的 也欢迎您怎么样 欢迎您来电咨询 欢迎来电咨询 当然个股的部分来 那我说个股的部分 我说你无论如何 要贴着大盘来操作 那当然现阶段就 刚好正要面临 那个关键转折的前夕 就关键转折的前夕 还没有面临到那个地方 现在是小整理而已 现在这个地方是小整理而已 针对这一组先小整理 完了以后 才要决定它的大的方向 这种你要贴着盘式 像你我说4月19 那种第二个转折 你股票要全部出清 你股票要全部出清 那波段稍微高一个段落 然后近代下一波的买点浮现 那我们下一波 就是在5月17号买的 4月29在这里 全速出清 那是创历史新高 相信那天也不会有人 这样跟你分析 绝对没有 你可以去看那天的节目带 也可以去看5月17号的节目带 有没有权力布局 也看4月29号节目带 也可以看看今年第一个转折 3月初的这个地方 下降 骑行 西坡落地处 大展 拳脚石 这个地方 3月初的节目带 每天苦国薄薪 那整个大方向都掌握到 大方向都掌握到 大方向都掌握到 这有兴趣也欢迎来电咨询 它个股的部分 那我说个股的部分进行 我们也是要做 当然上个礼拜我们把它签光 那很多个股 我说少数大概10党以内 比较我们有兴趣的个股 我们也是会选择来做来做 那就是说点位的问题 其实很多个股是点位的问题 那你说航运类的 我们昨天才跟你谈 我说你它这个大概 暂时告一个段落 有没有 我说像 其实航运类族群 大概只有就我认知 后贵轮的那三党 你注意一下就好 万海 长龙 阳明 其他的我没有兴趣 而且其他像一些陆运 运输类的其他的之类的 我建议 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真的已经建好 有时候那个高点 会是好几十年的一个高点 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特别的一个小心 那贵轮的部分 它确实是有数字 跌身的部分 我说主要跌身 跌身你说它推完了没有 如果没推完它至少 那个反弹都还有机会有个大密波去回撤 了解的是吗 所以像这种东西 可是你那个点位要选得很漂亮 你不要你看 你乱埋了今天又跌停了 我说这一组就走完了 这昨天跟你谈的这一组 这一组里面有个12 然后山里面有个123 12345 这一组 那这边也结束 这一组结束它还拉回 2609阳明也是12345 这一组也结束 有没有 2615万海 我就跟你讲12345 这一组也结束 确实它整个脉动都结束 那结束以后 你第一个拉回来 你至少先来它刺激事上去再考虑 那除了刺激事上去之外 还要看它细微波 小实现的部分 要有个完整形态 两个搭配起来 大概就胜算很高了 两个搭配起来来选点位 胜算就很高了 了解的是吗 这个是航运类族群 这我先不再赘述 不再赘述 就注意 那个只是 譬如说至少有一个反弹的 像譬如说这个大家回来 像我们之前买的 这个这一天 5月17也是买在 我们买有没有买长龙 有六十几块买长龙 2609阳明 66块多 有没有买长龙 有没有买阳明 有 那都拉回来最低 就5月17 这一天就5月17 那个点位算很精准 然后就进去那上 这一波 这一波看点位 你要会选在哪个地方 这个我每天也都会仔细去看 至少毕竟 它现在还是一个人气股 虽然说哇 今天全面跌停 可是你要看它有没有机会 特别你要看它有没有机会 那不要贸然乱作一通 因为它震荡幅度都很大 动不动就是一两根跌停 那都二三十%一二十% 对不对 来 那类似这种个股 类似这种个股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段会比较 去注意的 哪一种 来 我们把它掀开来 类似像这样的结构 4952的灵通 这个是 我说这种都是一个出生段 那它还正在走这个山嘛 小祖生段嘛 你大照 长期的先不管就这个脉动 就这个脉动 我就这个脉动来做 这边有一个一二 然后这个山正在走 所以4952灵通 昨天怎么会是不是亮灯涨停 今天呢 昨天很多亮灯涨停的今天全部都打造了 几乎快跌停 有没有 不同 所以你要会精选 那今天的灵通 4952灵通 今天呢 今天是七月十三 今天虽然大盘是大概平盘左右 本来涨两百多点 后来打到 还翻黑 后来变大概小涨 很多个股是都 几乎都打到怎么样 开高走低一路打到跌停 很多 很多 那它还是维持涨停 有没有 4952的灵通 4952灵通嘛 就是类似像这种 这种结构的 我们会去选类似这种结构的 有没有 4952灵通 这一个初生段 然后这个山 山正在走嘛 你这个正在走 你看它怎么走 怎么拉回嘛 那应该方向还正在走 应该还正在走 没有 这4952灵通嘛 有没有 昨天亮灯 今天今天也亮灯 对不对 今天也亮灯 好 那像类似这种 4919的新唐 结果这个5月17 就是我们那一天 这也是9档 我买了9档个股 里面其中的一档 5月17 还有4919的新唐 怎么不你看我们选股 都已经选到 那个 都已经看到很远 都已经看到很远 4919新唐 我们买58块 5月17号 跌停满附近 这一波涨到90 又拉回来整理以后 我们又买 6月8号 又拉回来75.4那一天 6月8号 6月8号我们又去买它 买它到买它 开盘前我们就挂76 成交757 因为出来2000多张 757 那又涨到90 又涨到95.5涨停 涨到105涨停 昨天也到115.5 今天呢 今天还是涨停 123 4919的新唐 今天涨停就比较不简单了 昨天涨停很多 跌升反弹涨停很多 今天再持续涨停的就不多了 就不多了 那你看这个就是 你要精选持股 特别你要精选持股 4919的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我昨天我说他已经 这一组推动 整理 这一组再推动 再整理 再推动 他不会12345了 因为这一组很短 这一组很长 这一组很长 他第三段一定不会是最短 他第三段一定不会是最短 了解你什么 所以这个的话 他整体来看 其实都还没有走完 只是说你要会去找说 那他会不会说 先长高 先拉回拉回 注意那个买点的问题 就要注意那个买点的问题 因为他整个结构 就不会是12345 那你就要小心 那不是 你如果比如说12 然后可能3自1 3自2 33 3自4 3自5 那整体应该还有 好几段要走 或者说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规则整理 那也无所谓 推了一段 然后一个不规则整理 也无所谓 那这还是一个3 了解一段 大概有时候 那结构会出现 譬如说有两个波形 你两个波形 它都往上 那你就知道要怎么来 早点来操作 这是4919的新堂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做 这是5月17的 这一段有没有做 也有做 从这一段有做 那太久了 不讲了 5月17做 然后上来就是 然后这边就整理又买 然后上来 123 4919的新堂 那么4919的新堂 来 6261的九元 624我们买它一次 那时候在85点 我说它慢慢涨 最高到98.8 然后有拉回 来 6261的九元 那这个结构 可不可以这个结构的话 我们判断一样 虽然说今天拉回比较深 可不可以这个有时候 趁拉回还是占买方 这个结构明显 我认为还是没有推完 就算这里真的是 有一个小时123 那也无所谓 它整体还是没有走完 那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我每次讲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其实我们都很仔细去评估 那那些营运动能 有的都还没有公布 那公布出来都会站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的分析 我们的那个评估 那个是有逻辑的 不是乱喊一通的 后面那个营运的数字 其实那个是 多少可以有一些 破灭的大概来评估 你不要太离谱 你不要太离谱 这是6261的九元 6261的九元 它也是比较扎实 慢慢在推的 来 那你说3484的东腾也是 后面那个营运动 那单季现在都两块多以上 两块多以上 一季哦 差不多一季 那现在股价八十 你觉得呢 差不多现在股价八十块 每季单季都两块钱以上的1PS 而且也是一个整场态势 这明显它是一个推升的形态 我忘了写两个字 推升 推升 我忘了写 推升了 它就没断 然后这一组 我现在最差的 差不多最差就是这一组已经走完 那没关系 你顶多倒是还在往上走 那有的这一组就还没走完 它开始扩炎 就是3484的中腾 好 那结构你要把它厘清了 就好来应对进退 就好来应对进退 来 来 腾辉你看 像这个整理 这个那时候102买 最高的从来今天来到188 6672 头部6672 讲快一点 这一组推动结束 那现在正在推另外一组 就这么简单 正在推另外一组 你帽打 帽打这边买上去有没有 哎呀 时间不够 来123买 是不是到144 后来又 这边又买 有没有 133买 最高建议还在过高 191.5 再长停 来 时间不太够 来 精选持股很重要 头部有精选持股很重要 我说这个部分 头部有来 这个精选标的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稳扎稳打 认同理念的 赶快跟上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后 五八旺旺来 五八旺旺来 舒服传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年终大优惠 面对轨掘盘式 精选标的 绩效才是赢家 稳差稳打 才库满满 五八旺旺来 五八旺旺来 舒服传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股市常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早前听到欢迎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 做法官 2023年 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最大的案件 第一心 有六位民间人数 和三位法官 一起来心理 人民的观点 人民的感受 重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 不然是我们的困惠 也是我们的职业 和义务 国民法官制度 需要我们勇敢 坚定来支持 回到节目现场来 投赵这进化办案战法 这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也欢迎来电咨询 那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也欢迎你赶快预约报名 把这东西学起来 那预约报名要快 投赵数数要快 每年这个桌有限 桌有限 那这个精选标的 投赵这个诡决的盘事 你重点是要精选标的 文招文打 这任务理念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最重要的是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很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研多年 破浪理论 手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虎市的起跑点 知情生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破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钓干 虎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